大家好 刚才大家所看到的是日元对新币的汇率 我们今天下午有点时间 恰好到了张一机场 我们在10天以前 6月15号 刚刚做了一期关于日元汇率走低的视频 在那期视频以后 日本央行也是很给面子 当天白天 当天白天6月15号 日本十年期的国债两次熔断 两次熔断 其实触发了世界上很多关心财经的人的一个神经 不过就在此后的一天 日元对美元的汇率跌到了132块 稍微有点反弹 那很多朋友想是不是打我脸了 不知道 可是整整10天过去 昨天日元对美元的汇率一度跌到1比136块 而且更可怕的是什么 更可怕的是 很多人说这是20年以来的最低 不对 这不是20年以来的最低 这将来很可能在不久的将来 是200年以来的最低 所以日元对美元可能会跌到1比150块 在不久的将来 也许两三个礼拜 也许一个月 也许日元就会跌到1比150块 那日元对新币也是一样 刚才我们看到其实日元对新币已经跌到了 差不多已经跌到了1比98块几毛 一转眼就能破百 那实际上现在日本真的是会很尴尬 我在这里不讲任何的民族或者是情绪 只是就经济讲经济 我们上一支影片讲过 那日本一定是一个货币自由兑换的国家 除了这个以外就只剩利率和汇率 事实上现在日本一定是保利率而放弃汇率了 那为什么日本要保利率而放弃汇率 事实上如果稍微对财经有一些了解的朋友会知道 过去十多年日本的利率几乎已经都跌到零了 我们前面提到日本十年期国债的利率是 在零的上下挣幅0.25 那跟零就没有什么区别了 甚至于还可以倒贴 那这样的利率是很可怕的 换句话说 日本的企业日本的个人已经习惯了借很便宜很便宜的钱 或者说几乎不要成本的借钱 那如果在这个时候提高一点利率 哪怕只是把零提高到两个点三个点 那大量的日本企业是撑不下去的 大量的日本家庭他们是还不起贷款的 这个引起的连锁反应 对日本国内经济所造成的损害和损失 就会更大了 所以日本根本没有可能再去 在利率上动脑筋 那他们没有办法动利率 就只能动汇率 那他们美国爸爸为什么不救他呢 这个问题也是很多朋友 在上一支影片以后给我提到的 那我们知道这两天在洛杉矶油价已经到了美加轮6块多美金 这是一个什么价格 高得吓人 就是在洛杉矶城内开一个礼拜的车 可能至少就是50块100块钱美金 如果从洛杉矶到拉斯维加斯打一个来回 就是200块钱美金 你没有进赌场已经200块钱花掉了 那这个油价是非常非常高 如果有朋友对美加轮还没有太多概念 你就可以这么理解 现在美国的油价已经比中国大陆的油价还要高了 那实际上美国人的很大一块消费就是在汽车上面 那油价走高 然后带动的能源 电力 煤气 等等这些都是跟生活有关的非常重要的这些指数都跟着走高 那换句话说美国的物价水平也就走得很高 那物价水平走得很高 我们知道就自然是通胀也就很厉害 那只有让日元的汇率走低 然后美元相对变得更值钱一点 这样才可以消除一点美国物价走高的影响 那在这个时候美国自己是一定没有能力去帮到日本的 那事实上不仅是日本这样 整个东南亚日本跟韩国他们是在比谁的钱会变得越来越不值钱 因为只有当自己的钱跌得更快 也许还能保一点出口 因为全世界现在都越来越封闭 越来越封闭的情况下出口就变得很艰难 什么可以推动出口的 只有便宜 无论你是什么样的国家 无论你是什么样的产品 最后价格就是硬道理 所以日韩之间现在他们的汇率竞相下跌 甚至于我们的邻国菲律宾马来西亚 他们的汇率其实都跌得很快 前一段时间很多新加坡朋友都争相去换一些马币在手上 甚至于前两天有朋友跟我讲说 现在换一点日币去日本旅行该多好 甚至于还有朋友说现在哪怕去不了日本 都可以远程去买一个日本的房子 那我劝你一定要三思 你完全可以在上飞机之前在机场换一些日币 甚至于等你飞机落地以后 哪怕是当你第二天要用钱的时候 你再去换一些日币 可能你还是赚到的 因为谁也不知道 在过去的时间是在1比132到1比136之间震荡 会不会再跌多10个点 也就是在跌134块钱跌到1比150块 在我们看来这个时间也许就是未来两三个礼拜 那么现在看来只有新币会比较坚挺 那对新加坡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呢 我们今天在新耀章仪看到周围吃饭的人 人头传动 生意很好 新耀章仪的任何一家店都生意很好 这当中一定有一些游客 但还有很多没有拖家拉杆箱 倒是拖家带口带着婴儿车 我想这一定是新加坡普通的家庭 那现在新币很坚挺 大家都有消费的能力 也都有消费的愿望 但我倒也要继续上一支影片所讲的 我们是一个小小的频道 我们以弘扬中华的传统文化为我们的使命 我们并没有太多的能力 在这边去讲财经的知识 但作为普通人来说 兼以养得 勤以修身 或者勤俭持家 这些概念都是老祖宗一次一次跟我们讲的 那在这个时候 我倒是提醒各位 千万不要因为 好像日元便宜 就去换了日元 甚至于说去日本买房 OK 如果你是全款买房 你可能是赚到的 但如果你是贷款买房 很可能接下来你面临的 就是日本政府从零利率变成 两个点三个点 我们知道最近新加坡有一些贷款利率 已经提的蛮高蛮快了 那实际上美国也是如此 两三年前因为量化宽松政策 所以美国的利率很低 几乎是零利率 获得一个点 但现在美国大量的房地产贷款利率 已经到四个点了 甚至于我们不知道后面会不会涨得更高 那实际上对新加坡也是一样的道理 好像以为今天利率那么低 我干嘛不借钱 好像以为汇率那么划算 为什么我不去拿一些日币 抛日本人的羊毛 但其实我们根本没有办法看清楚未来半年 未来一年整个经济情况的发展 那在这样的一个很现实的状况下 我想我们以不变应万变 以静自动可能是更有效的方法 所以继续还是上一支影片跟各位提到的 第一件事情是尽可能不要乱花钱 第二件事情是更不要轻易的去贷款 第三件事情是保持很好的现金流 该上班好好上班 该做工好好做工 但是不要轻易的去做投资 或者做一些其他乱七八糟的事情 更不要去随便的乱花钱 那不管怎么样 镜头前的你我 有机会在这个时间生活在新加坡 我们是非常幸福的 我们至少还有一个安定的环境 并不像欧洲那么战火纷飞 我们也有一个很幸福的和平的一个生活状态 我们的领导人都很睿智 都给了我们很多的关怀和帮助 我们的政府特别是给了我们 以数以亿计的财政补贴 补贴我们的能源 补贴我们的教育 补贴我们的生活 让新加坡人的生活变得还是很富足 但是在这个时候 我想镜头前的每一个人 你我我们更要知福西福 不要轻易的再去折腾 有很多朋友讲 哎呀我三年多没有出国了 不如想去哪里玩一玩 马来西亚最近物价很便宜 泰国物价很便宜 榴莲很便宜 我劝你把口袋里的钱 勘得牢一点 不要轻易的随便学乱花钱 更不要想着说什么去日本抄底 或者去哪里怎么样 甚至于也不要轻易的在股票上面做投资 也不要借款贷款去买房买车 这些通通不要 我们实实在在的把未来一年或者两年看好 对了在这支影片结束之前 再跟各位强调一句很重要的话 珍惜粮食 吃多少点多少 点的东西就吃完 不要浪费 也不要奢侈 那这里是兴起之道 十天前我们跟各位讲日元暴跌 可能会带来各种各样的影响 和新加坡人怎么样去应对 那当天 然后日本的国债就两次熔断 那昨天日元已经跌到1比136 我们不知道未来两三年会不会跌到1比150 但我在这里提醒镜头前的每一位好朋友 无论你生活在新加坡 中国大陆 美国或者日本 任何一个地方 都管好你的钱包 不要轻易的借债 姐恩一样得 谢谢 再见